其實我覺得我們的社會對培育青少年自信 如果小朋友或是早期小學或是初中階段 太早給他們很多壓力 這個壓力反而會形成他們對自我自尊感 或者自我認同感會引起一個問號 因為我經常被人說我不行 經常都覺得欠五分 即是私一百分 不是欠五分合格 我覺得原來是因為五分的影響 自己的認同感都會受影響 繼而覺得自己很多事情都做不到 然後就走偏了 其實應該這樣說 我覺得現在我們插手得太多 在青少年朋友的成長插手得太多 怎樣說呢 譬如我有個小朋友 他學開台拳道 有一輪學拳道 不知為何一個月有一兩次的比賽 但我去完看我覺得不太對勁 為何基本上給錢出場一定有牌 有一個獎牌 究竟獎牌的意義是甚麼 是獎勵你出席 還是獎勵你努力去贏 好 說不定我們現在不比賽 有一群人說不比賽 就是要參與多些活動 誰知參與多些所謂的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在最後又變成 competition 所以我覺得我們要不理會太多 要不就不理會 好像沒有甚麼空間 讓青少年朋友自己發展